清晨七點多空勤直升機緩緩降落 協助將受困阿灣大的員工 營救營隊與旅客 撤離到埔里紅人國中 很危急啊 因為我們都不敢出去 但是這樣我們不要亂走 因為園區可能有一些 邊坡可能會塌陷 或是走山 看到今天好天氣就 終於直升機可以救我們了 從阿灣大撤出的45位民眾 陸續走下直升機 順利脫險 他們分享受困時 阿灣大道路被土石流冲斷的景象 還有宿舍被大水侵襲的畫面 還心有餘悸 但仁愛鄉目前仍有 六名喜舍的民眾需要撤離 另一架空勤直升機 分批從清愛村、發祥村 再送4名病患 後送醫院治療 另一頭空勤總隊直升機 與國軍救援直升機 在南投體育場進行運捕作業 穿著反光背心的防災工作人員 忙著把一箱箱民生物資 搬到機艙裡面 颱風狹袋豪雨 仁愛鄉許多部落 林外道路中斷 物資、飲水都缺乏 縣府向中央申請直升機支援救災 協助空投2公噸的物資 包含飲用水、泡麵、罐頭、紙尿布等等 讓受困民眾暫時可以渡過難關 縣府表示 目前要送往災區的民生物資都充足 後續還會再盤點災區的需求 做機動調整 華視新聞正會梁張榮甫周大翔 南投報導 哈囉 我是謝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謝謝我的天書 我們能夠分享 我餓了